我們一起來關心天氣 這次哈吉被颱風襲擊日本 極端的降雨也破了日本當地 不管是10月份或是整年的最高的新紀錄 所以面對極端氣候 我們還是有一些可以借鏡的地方 當然他們也有一些缺失 無論任何的災害發生都可以學習 都可以讓我們做為一個借鏡的 周一開始東北風會稍微增強溫度略降 北東陰沉偶雨 中南部則要留意空氣品質 有一點秋一濃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昨天傍晚的時候 下午開始颱風要登陸前 登陸是在伊豆半島中心登陸 可是它的範圍很廣 現在颱風走得很快 其實禮拜天就已經脫離了 最主要就是禮拜六的下午到晚上的段時間 整個清洗日本現在已經完全脫離 所以很快就放晴了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災後的景象 那如果我們事後來看這個景象來看的話 現在各位可以看得清楚 台灣是吹東北風 現在來看的話 日本極端的日的降雨量最多最多 像這個是觀測史上第一位 倒是沒有什麼太多 但是大多數都是10月份的第一名 10月份歷史的第一名 那這個時候很多地方 特別是這個主要是關東地區 還有東北這些區域的雨量都非常大 當然主要災情區就在那個地方 另外一個是日的最大的瞬間風速 像東京也觀測到最大震風 每秒44公尺 這個真的很高 所以為什麼說昨天停止飛航 很早就知道 因為這個如預期真的非常像 但是這個風速也跟當地的環境有關係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的確看到網路上的這個影片 真的都是真的 這個風速呢 我們在台灣有時候 颱風直撲的時候 這個登陸點很類似這個 但是這次呢 因為日本的地形 並沒有什麼 像台灣那麼大的中央山脈 所以就觀測到很強的這個陣風 不管是東京都以內都有觀測到 那累積的降雨呢 其實目前最多最多的是 各位台灣朋友很熟悉的香根 這個三型線內的香根 這個三天破1000毫米 這很多 其他呢大概就五六百左右 五六百在一天內下完 真的是很誇張 那山上的下呢 到這個水游到下游 所以很多的川 等於水位都很高都溢出來 所以呢這次老實說 我們也要關心一下日本 日本這次的防災 有一些我們還是可以稍微留意 借盡之處啦 那台灣這邊的天氣呢 持續吹了偏東北風 各位有沒有看到東北風 預計呢未來一個禮拜都很像 大概這個禮拜都很像 但是呢東北風十強十弱 有時候有一點水氣微接近 所以東北部迎風面 偶真雨 中南部就很穩定 預計呢類似的天氣 會持續至少一個禮拜 那大概呢就是北東迎風面啦 北東迎風面大概就包含了 桃園 新北 台北 基隆 宜蘭 花蓮北部有一點點 都是容易有這種 淫風面的地形那樣的降雨 都很像 有時候會多一點點 像宜蘭有時候會多一點點 這要看西南西北 風向不一樣 然後中南部呢 有時候有一些 靠山區有一些 午後的局部的熱對流 午後的熱對流 稍微留意一下 那今天呢要注意空品 中部空品比較差一點點 大致上天氣都還不錯 今天雖然有點烏烏的 但是空氣品質大致上都還算還可以 明天呢也要稍微留一下空品 未來這一陣子都是東北風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未來的動態 大致上呢溫度有點下滑了 但是不是太多 但是各位注意喔 秋天的時候溫度有點下滑 其實秋高氣爽很容易感冒的 請大家 衣服呢要適時的穿對 那身體的保養也蠻重要的 以上是今天的為了夠 我們明天見